这个人讲的话你信吗 好我就来先请教一下亮哥啦 梅西透过微博 回应了在香港缺赛的原因了 强调健康因素 否认其中有政治因素 希望再跟大陆球迷见面 但是呢大陆的官媒中心社 马上就发起了即时投票 结果2.9万人投票当中 一算近七成比例的网民 都表示不接受 接受的只占8% 为什么 大家现在看到他出来讲话了 也不信呢亮哥 他是说他在大陆的香港的时候 他那个内收机发言 那他为什么不提一下 怎么两天之后在日本就好了 因为你要解释这种事情 你就要把大家 难以释怀的认定的事实解释 那大家难以释怀就是说 你为什么连出个场都不行 你不要下去比赛 你也可以出来颁奖 或者跟大家打招呼 你这个也没有 对不对 然后去日本竟然就下场了30分钟 才两天 对 所以 这个 除非你有那个医生出来证明 不然人家是难以置信 那香港你没有出场 没有跟大家say hello 这个就完全是你的态度的问题 这个谁也没有办法帮你辩解 对不对 那还有他在微博秀的那个录影带 事实上他人并不在上海啊 所以 所以你是预录吗 是 还是说 这个录影带只针对微博播出 而不是世界性 因为老外常常搞这一招啊 是 别的地方看不到 中国特供盗窃影片 叫中国特供 那请问我在YT看得到吗 那就看不到啦 不知道啊 不知道嘛 因为你人明明就不在上海嘛 那你有没有装的我人在上海 是 因为那个会秀出地点嘛 所以你这个人作弊 还没有来问我一下周延一点 就是 那道歉 道歉我们讲说 你要讲出三个成分才算完整 嗯 第一个就是大家认定的事实你要回答嘛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就说 你没有 出来say hello啊 那到日本就可以下场比赛 是 这两个问题你都没有回答 对 交代不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认错道歉嘛 他就是没有认错道歉 那第三个是要善后 他也没有说他要怎么善后啊 是 说我是不是来香港 嗯 再做一个表演赛 还是到香港要做什么样的义务活动 都没有讲 那只有说他跟中国有特殊的情感啦 是啊 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再回来啊 这个嘴皮子啦 这种话好讲嘛 这不用成本嘛 所以如果说这是公关操作的话 零分 因为这个其实中国特工的话 那也真的是 零分 零分啦 因为我们是教这个的 道歉是一种危机处理 那等于是三个成分都没有做法 那这样的话就越描越黑了 必然如此 好 但现在为什么还是要出来 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影片呢 那是不是还是跟 钱有关 商业利益有关 帅上去我们看到梅西代言白酒赤水喝酒 说暂时将产品都从京东平台下架 微博内容清理一空 所以呢 哎呀这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接一个 好那当然呢 他其实也很懂得什么 要赚中国人的钱 你看之前从天眼查智慧财产权权的资料 就显示梅西被多方申请注册为商标 有的不是他注册注册商标 有的是别人的 那他自己也有注册商标 所以现在呢 那个里面分类也很多 有运动项目的啦 有这个包括教学啦 娱乐啊 教育啦等等的 那这些是不是可能 由他自己注册商标的话 可能也都会 应该是说引起这个消费者的反感 那这样 这个梅西啊 这个人太大而化之了 也不把这回事当回事才惹出这个祸 如果他 他知道中国大陆球迷对他的这种 这种期望跟热气啊 他应该要回应的 在当天就要回去处理 刚刚亮哥讲的没错 你如果 你看我们看那个棒球赛 有名人来主持投一个球吧 那足球队也可以上去 主场的时候 裁判在旁边 你听一下 比较是开球嘛 对 你再会表演的话 走路还有点薄 那人家就更相信 运动员有运动伤害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第二个 他为什么这次又要道歉呢 我跟各位观众讲 球队给他出场费 签约费都比不上他个人代言收入来得多 这个代言有的是球队的 有的是他的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常常是天文数 所以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 回来又来道歉呢 他做一个 身伪的这个 AI的这个 道歉的这个影像 有人还真的不相信 真的有网友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 就在微博上面写说 梅西这视频鼻子很不协调 就算了 而且为什么没牙齿呢 整个视频 梅西张嘴时 看不到梅西的牙 反观他的拍的广告 就像我们刚刚看 赤水和酒的这广告 实际上是可以拍得到牙齿的啊 所以呢 就不确定说这个视频 到底是不是有可能是由AI合成的 否则的话 为什么画面会这么糊 然后面部如此的僵硬呢 大家觉得是真的还假的 你觉得是AI做的吗 觉得是AI做的加一 你觉得是真的梅西加二 好不好 我们也来看看 他如果聪明的话 到香港义务赛一场 或者到中国大陆赛一场 从此他就可以牢牢地掌握 中国大陆这么多的球迷粉丝 笨啊 对不对 你以为就弄个这种道歉 就解决了嘛 所以真的 这个梅西亚实在是 在这方面没什么头脑 真的没什么头脑 在自己没什么头脑的话 那这个刚刚亮哥讲了 说公关是零分啊 因为呢 你教这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影片你刚刚有看吗 对 他这个到底是不是AI做的呢 亮哥你觉得 如果是你的话 你要选加一还是加二呢 我认为不容易用AI 可是我怀疑是中国特供一片 专供 就只有在中国大陆看到 看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 完全没有办法 就完全是为了中国市场利益 那他还是在保护他在全球 那个姿态 实际上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危机 因为中国大陆也要求贝克汉表态 那迈阿密国际的老板是贝克汉 贝克汉 贝克汉 所以贝克汉很累 贝克汉上次有出来吗 中国年的时候还跟大家拜 我现在就有点那个味道 就说你迈阿密国际要不要跟 梅西切割啊 是 那这个切割就很复杂了 那是不是说要不要逼他离开了 不用这样 是的 好来我们这个线上也有梁先生 我们的头条好学生会员说 没有录像说给自己听了吧 大陆可不管他 这个谢谢 等一下我们也要来谈这个话题 不过说实在的啦 现在这个梅西的确在大陆不太受欢迎了 大家就越来越对他有反感 那所以他现在你说代言非了的话 那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一位 这一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那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北约秘书长的位子也飞了呢 他现在说要积极争取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五年 本来不是说要让他当北约的秘书长吗 那这个赖老师 那现在为什么又说要争取连任他的职位 他目前遭到已经欧洲两大国的国家元首 或是政府首脑的反对 一个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德国的总理肖尔斯 强烈的反对 而且是坚定的反对 另外一个就是马克龙 法国的总统 德国法国都不同意 而北约啊 没有德国法国的支持 黑约在欧洲也不容易运作 可是如果美国硬要他来做这个位子 目前来讲是布林肯提名 拜登支持 所以他们的提名 要把封德莱恩列座里面来 那肖尔斯跟拜登讲的时候 是已经直接表明了 我反对 而且拜登对外讲的理由很简单 说这个人如果当北约的秘书长 不利于欧洲的利益 更不利于德国人的利益 一个德国人会让自己德国的总理 说你如果去当北约的秘书长 你对我的国家 对我们整个欧洲是不利的 这等于是叛徒耶 等于是直接宣布你就是一个叛徒 你就是一个美国派来欧洲的一个 欧洲人的叛徒 这很难看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是满足美国人的利益 但是伤害牺牲的是欧洲人的利益 跟德国人的利益 所以马克龙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现在是肖尔兹一反对的时候 那如果这两个国家元首的态度很明白 因为肖尔兹这次说是坚定的反对 坚决的反对 所以拜登就说了就让步了 如果拜登硬押德国跟法国来支持的话 而假设德国退却了 德国从此以后在欧洲 大家都知道说你可以因为美国人的压力 而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对拜登并不利 另外一个 拜登能不能压得下马克龙我怀疑 以法国人的个性来说的话 那马克龙可能你不是那么容易压 没那么好讲话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两大国的支持 你想要在欧洲里面 在北约的开会投票中 你要得到 这个 因为他们是共识决 那在这个情形下 你要得到他的上 这个位置可能很难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他是想当官想到破头了 那原本他认为他职委会主席认满了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眼睛一开始就盯着这个北约秘书长 所以他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 完全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那你要我反中我就比谁都反中 你要我反俄比谁都反俄 现在的情况是北约秘书长跑掉了没了 他想回过头来要去争取这个欧洲之委会主席 可是我觉得 这一次可能跟上一次选举不一样 上次是有梅克尔的硬挺 那这一次德国小小兹 会不会那么强烈的挺他 我就怀疑了 好所以还有变数 不过来看看 现在印度总理莫迪头很痛 亮哥我们看到现在农民不买单 因为本来他们提出诉求 他们希望政府给他们更多的保证 比方说是农作物的价格 还有包括农人要有退休金等等 提出了多种的诉求 而是政府也确实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了 但很显然这些印度的农民他们不相信 所以前进得理的示威活动 星期三要持续进行 那么这样如此一来的话 记得在2020年那时候搞很久 拖了好几个月 结果咧 那现在这一次5月印度又要选了 这一次到底会怎么演变呢 亮哥 这个我觉得跟拜登跟劳工抗争要加薪 是同类 就是会纠缠一阵子 最后还是用钱解决 就是这样 这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政府采购价补贴 这些东西最后就是他们要的条件 对 可是就是因为政府已经开了 已经开出了这个 都是这样 你开我当然要说不够 然后他不相信 印度的农民现在不相信 这个也很正常 美国一开始劳工也不相信 那就逐渐慢慢逼出来最后那个答案 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交涉 对不过我跟你讲 冯德莱恩还有另外一件事 得罪了肖茲 因为他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结果欧盟有800多个官员 联署反对 对 他这个议题太离谱了 所以为什么布林肯这么挺他 因为布林肯是犹太人 是 对 那他如何能够竞选这个欧 那个欧委会主席的序任 所以都选不上啊 所以我觉得他 可是他布林肯很奸诈 他现在弄一个理由 说北约秘书长现在 希望由女性来担任 他用性别议题 那用这样来刷掉另外两个男性的竞争者 因为另外一个是Michelle Michelle本来也有兴趣 他还有一个是荷兰的总理 两个都是男的 Michelle也可能会转调了 因为Michelle现在对另外一个位置 比较有兴趣 因为他们的待遇都非常好 所以很奸诈 他就说北约从来没有女性当秘书 是 不过好 那还请教赖老师 你看 那农民这次这个问题可大了 因为他继续要继续什么 还要在示威活动受阻之后 要在德里的外围扎营展现 长期斗争了 要向新德里继续的迈进了 那怎么办呢 现在说实在话 印度你看 大家农民辛苦 农民辛苦 跟政府要 好处要不到 然后呢 大家就看什么工作最好 不要说是铁饭碗了 好我们讲公务员是铁饭碗 他们现在要的是公务员 把公务员当钻石饭碗 因为呢 这个福利好待遇佳 而且价又多 然后现在呢 你看到 考工乘成为印度年轻人的执念 这样的一个报导 告诉你什么呢 比方现在啊 这个印度公务员的考试 简直就如同中国国考一般 甚至堪称全球最残酷考试 2022年超过113万名印度考生报名 最后才多少 933个人成功耶 录取率是1217分之一 而且国考分三轮贯穿全年 答题甚至好辛苦 可以足足超过30个小时 这样的考试 哇不得了 大家真的是急破头啊 其实如果以考生的数目来说 并不什么了不起啦 113万坦白说 跟中国大陆的考生来比的话 那真的不算一个咖了 但是问题是在于 他的这个录取名额太少了 900多人不到1000个人 那主要是因为录取名额太少 那这反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他们公务人员离职的 几乎很低很低 那换言之也就是 除了自然死亡以外 绝大部分的印度的公务人员 是不会离职的 那也就是因为流动性小 所以他们的需求量也小 也小 然后这样的情形下 就会形成了这个需要量大 但是他攻击量很小的现象 那为什么流动性那么小呢 主要是因为他的福利实在太好了 他的整个配套措施 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他们一年他们住房有补贴 还有有的官高一点的话 就给供应给你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年休假很长 他们年休假可以到200多天 那不得了 一年不过才365天 他们年薪在200多天 这个不得了的长 除了国定假日一般的休假以外 他们还有带薪假在30多天 然后再办带薪假 这个好像20几天 反正有很多福利 很多福利 福利多到不行 而且呢你还可以家里聘用人 就是待遇好的层级高的 待遇好的不得了 然后层级高一点的 那简直又有权力 又有钱 又有社会地位 那所以流动性很低嘛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会变成史上最难考 那其实如果我们再强调 如果以考生数量来说 真的跟中国大陆不能比 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前面的农民的抗争 我觉得上一次啊 上一次印度的农民也抗争 而且其实也是一样扎疑 而且也是扎得蛮大的 抗争时间也有一段时间 他们也是选择在这个印度大选的时候 来抗争 莫迪当初就答应他们开了很多支票 都答应了 所以农民最后就信口采烈的 拿到了他的承诺 他的兑现 他的支票就回家了 那最后抗争就和平的解散了 但是问题就是 经过这这么多年 一张支票都几乎都没有兑现 最起码那个退休金是没拿到 没有了 而且他的农产品的价格也没有保障 所以他们觉得很严重的受骗感 那这种严重的受骗感 这次抗争就更激烈了 那因此呢 莫迪又开始答应你了 那他们已经不信任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莫迪的麻烦是在于 你如何让这些农民相信 我这一次的承诺 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这个是不容易 对 那现在2月嘛 5月投票嘛 对 所以他们不知道要扎营多久 是 瘫痪那个心得理要瘫痪多久 好 就不知道到底会搞到 多大的规模 我刚刚这里查到一个资料 印度公务员一年只要上班164天 164天 就是200天的价 对 在今天我们看到忠实的独家 就是说还原现场 海上激烈追逐擦撞 指的就是在日前 大陆的快艇翻覆 那从2月14号到现在 发生到现在 已经都超7天 一个礼拜了 但是今天最新消息说 海巡没拍影像 说事发当时 双方是超高速在行驶 对方不断的蛇行 海巡队员要录影的时候 就不慎碰撞 快艇翻覆 四名船员落海 海巡队员因为急着救人 就忘了录影 以致演变成 今日双方各说各话的场面 这个说法有几分可惜 因为这两条船 都是属于快艇机的 就是悬外机很多 因为一到蛇行 那个浪 你讲是手持录影 可能画面都会不清楚 所以这个状况 那就是为什么不公开呢 那显然如果照这个说法 就执法过当 你有冲撞行为 照理讲这种地方 没有这么严重的这个 这个必要去做这个 冲撞的行动 他勒临不停 那你驱逐出去也就算 虽然他现在是说 他海巡没拍 你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也有可能是真没拍 也有可能你拍出来的东西 不成画面 你想想你要坐过快艇 你要知道 那上面是天翻地覆的摇摆 我以前陪总长去外岛 也是坐那种快艇去巡视离岛 那个船打到浪上面是跳起来的 我没有办法坐的椅子 我要蹲马步抓到东西 你不晓得后来我就骂那个艇长 你是想多拿点慰问精神 把他故意搞成这个样子 因为快艇高速的时候 他那个力量一大 被浪一推他就跳起来了 跳起来又重重地夹上海面 所以这个 因为我有过这个经验 第二个这个静置线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吧 大概民国五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巴尔山炮战完了以后 双方还在一个准战争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金门当连长的时候 金门雷达战只要发现 接近两千公尺的就把座标告诉我们 我们哪怕是半夜都要出来用机枪 用武器战防炮做趋离设计 这个设计不一定打得重 但是就警告这个侦测活动的远离 这种行动是代表那个准战争时代 但我当旅长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已经请了这个保漆 这个 因为军方驱逐会有死伤 因为精裂水道是一个严重的禁止水域 有一条大雾期间一个渔船进来 我们看不出来 可是那个时候一定打 所以一定有死伤 所以后来我在国防部的时候 就请保漆总队去 后来变成海星署去 因为用海警这个冲撞的可能性 比较小一点 这一次我认为是一个意外事件 就是说你有高速追逐创商 但是创商没有关系 以前基本来来往往 这个渔民的问题很多 政府的危机处理不及格 好 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拍影像 大家认为没拍影像的加一 那但认为海巡没说实话的加二 现在海巡的说法 如果根据这个报导的话 是没拍影像 这个重点不是有没有拍 对 态度 有没有插状 这很要命 因为现在是说要看影像画面 我们就先说到底有没有拍 那现在这个报导里面说海巡没拍 我忠实的记者一定是访问了里面的人 是啊 就是海巡有人爆料 那里面有人的说法就是没拍 还有活可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有没有拍这件事 我是跟你讲不是这件事而已 因为人家即将回去了 对 如果他在大陆证实有插状 而且如果是插状导致翻覆 就表示对方没有蛇行 对 那岂不是你都是自己掰的 对 现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的认知是 你为什么不公布影像 那大家等着看影像 那所以才会去追到底有没有拍 当时有没有拍 拍了多少拍成什么样子 能不能够把拍到的东西就公布出来 歪七扭八模糊不清 浪花打着乱七八糟 大家一样可以看 但是就是一个画面都没有 这个才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不能理解 那现在是 现在海巡说没拍影像 所以那亮哥刚刚听到这个帅长君讲法 是没拍 可能就是没拍 他的 因为以前发生过事件 真的都有照片 对 甚至有影片 我看到过去的例子 他的标配就是有 那个今天是要录影的 那我不知道是装在船上 还是手持 对 手持就很难 手持就会晃 照理讲应该是装在船上 那另外一个是 他海巡员身上有密录器 对 这两个都是标配 是 好 来 蓝老师 我们一般来说 海巡的船上当然一定会有摄影机 因为他装到船身上 他能够监视 监看比他远的距离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 一旦执法人员 就是海巡的官员 要登船 开始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海巡署的标配 有几个 第一个是在他的头盔上 有一个摄像机 那是一个标配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说 假设他在执法的时候 不需要戴头盔 他戴的是一般的便帽 那他的摄像机 有两种 一种是憋在这个胸口前面的 就像我们看到 那个我们的警察 密录器 的密录器装在胸口前面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他会有一个随行的 另外一位海巡署的官员 他是拿的这个摄影机 是直接可以这样 现地拍的 所以他有三种标配 三种标配 那问题就在于说 今天本来海巡署 他强调说 因为执法不公开 所以所有的摄像机 都已经交去了 对 这是他说的 现在又说 管闭林说的 对 现在又说 没有摄像 这代表有人说谎 对 谁说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既然海巡署的官员 都有这个基本的标配 难道全部的人都不开 我才不相信 这第二个 第三个 执法的期间 你没有开摄像头 这是严重违反执法纪律 对 这是可以被处分的 而且是要重重处分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矛盾 有争端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去厘清责任 那我这个海巡署 如果说我的官员 我的士兵 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如果爆发了什么样的 严重的后果 那如果我今天 我要清白说 我海巡官员没有问题 而我海巡官员 说我没有开摄像机 然后造成的事端 那这个责任当然在你 因为你为什么 我明明训练你 要求你 标准你 就给你配备了 也这样训练 而且你也只不过就是 做一个动作而已 按一下而已 按一下而已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你都不做 你这个几率何在 然后你的这么多人 没有一个人做 你的几率何在 我坦白说我是不太相信 我倒认为 我们真的是需要 海巡署的官兵 有良心的 站出来 你告诉我们中天的 这些相关的记者 你爆料 你告诉大家 真相在哪里 因为这么多天了 我们都需要知道真相 我们现在只看到是民进党 海巡署官员 你不要帮民进党背锅 民进党遮遮掩掩掩的 为什么 我们要问的是 你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掩 到今天 不给大家一个真相 对就是大家就是 只是要一个真相 当然尤其呢 这个现在是两条人命 都希望能够要得到一个 清楚的交代 我跟你讲 中时今天是独家 所以我估计 明天海巡署会驳斥 说所想的都不是事实 不排除提告 那市场也不会去告 然后又说 我们有所有的资料 可是已经交给司法单位 正常不公开 是 是 所以我们 他明天一定要回应 因为这个新闻太爆炒了 他已经跟你赖皮赖爆炒 前天海巡就去打电话跟我讲 对 我说这个是国家安全问题 危机处理 你管什么资法 正常不公开 他说 检调单位就是不让他公开 所以这个问题 民进党那个 所以他们当时有摄影就对了 应该 我说那要不然叫什么政务 放到检调 你有什么政务 没错 对不对 是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也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国民党立委王洪威 他掌握到了情资 说大陆海间船 其实今天早上也进入到 禁限制水域了 时间是上午9点10分 而且还有海间船的号码 然后进入了 这个禁限制水域呢 他就赶快求证 那海委会后来才证实 说海巡雷达搜寻到了之后 海巡艇也有出动 展开对质 那王洪威就觉得奇怪了 就说这个事情呢 都没有相关公布的资讯 难道政府是要粉饰太平吗 亮哥 这个资料是我给他的 因为上海复旦大学的沈毅教授 今天早上贴出这个东西 他贴出三张照片 这个是其中一张 这个当然有极大的价值 所以大陆就立刻转开了 就是他进入金门的禁制水域 就是这样 那这个台湾完全没有公布 这是 显然就是吃定 好像我们都拿不到消息嘛 对 这很糟糕 这很糟糕 这个事实上如果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AIS是不是 反正它海上的 有移动的记录 对 那个事实上 那个是全球的传播定位 定位系统 那个只要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人 一定知道 是 那结果现在呢 他就是不要公布嘛 一切都是被动 那沈毅教授是把他贴在微博 所以才会传开 是 因为我今天刚好早上在 在跟三妹直播嘛 就有一个网友说 沈毅教授已经讲 是 但是那为什么不说呢 他这个 我觉得沈毅他主要是在回忆 这个李毅真 陈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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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陈毅真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观光船 在昨天 他是在这个越界了 越界了 所以被大陆的这个海警 这么登船 领解 他一直在强调是越界 但是问题就是 由于在这个之前 国台办已经有明摆的说 没有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国台办已经明摆的说 没有这条水域 也就是没有这条线 这是国台办明摆的说 陈建仁回应说 这是两岸的共识 那问题就在于 当你民进党 撕毁了九二共识之后 两岸就没有禁限制水域的共识 就没有了 你撕毁的当天 其实就没有了 那你现在又制造出两个人命 那就更没有禁限制水域的共识了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了 那因此 福建省的海警局 他宣布 他们开始常态性的巡逻检查 六艘海警船就出动了 出动的时候 那相当有可能 这个观光船 事实上就是在台湾的区内了 那也就是因为 没有禁限制水域的这条线 任何地方都是 大陆海警船的执法地方的嘛 那这个等于是 直接告诉你 陈玉珍 你不用在那边强调 说是在这个线外 那审议的意思就在于 不要讲说在线外了 就是在线内 所以今天早上又进来一次 就告诉你 已经没有这条线了 那现在讲得很明白的就是 没有这条线了 大陆的海警船 随时都进入在这个水域里面了 那问题就是现状已经改变了 那现状为什么会改变 你民进党你每闹一次 现状就被改变一次 好来 这个禁制水域是很重要的 你想陵海还有24海里 金门跟对面只有几千公尺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禁制水域是六七十年来 双方尊重的一个默契 这个默契呢 就确保不会发生 严重的军事冲突 因为这几千马里面 你来我去 现在变成短冰箱街了 好 他来 林姐我们的海讯署跑去对峙 一个不小心不就插枪走火了吗 所以这个东西 损失这个禁制线 大家不要看成是个笑话 我在金门干了四年了 那那个金先生 半夜我们都要起来打驱逐设计的 那个就是维持一个 就警告那个征询活动 水鬼不要逾越 现在是两岸金门马祖开通的 民间的来往 旅游的船就很多啊 还有这个通道啊 还有渔民啊 这么繁杂的 这么多大量的旅客 如果遭到这个 这个短冰箱街的海警停 那还得了吗 是 所以这个问题 民进党真的不聪明 没事搞佩洛西来一趟 搞那么大个演习 对不对 最近又是这样 你有什么好处 现在我在看啊 520 520你看你讲什么话 是不是有更大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啊 自己被老美驱逐到 走到战场这条路嘛 对不对 现在好像是大陆的基本的 调性没改和平统一 虽然网民反应很激烈 对 还不至于马上出问题 但是我担心的就是520 你如果在那个 你没收了这个禁止线以后 在这么狭窄的水域里面 双方的舰艇相碰 不是好吃啊 说下去 还没有到520之前 就有一件事就会发生 对 大陆渔船总要捕鱼吧 是啊 那如果他过来 那如果他过来 然后有海警船跟着 是啊 那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驱离 马上 你要不要驱离 对 怎么驱离 怎么驱离啊 你要驱离他就会过来跟你对峙啊 然后他不是对峙 如果他登船领解你呢 大陆海警船会护鱼 我们的海警船去那边要驱离嘛 那他的海警船过来护鱼嘛 那怎么办 他要登船你的海巡署的船 来领解你的船呢 不 我就说 双方都是武装船 都是武装船 那现在我们是海巡船 这个会先发生 这种政治对撞 照理后面很难处理 对 照理讲金门海域里面余缘不多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 因为去年我们的立法院 通过一个海巡署的使用枪炮的时机 放宽了 舰长可以 在第一线的舰长可以决定 那就是给舰长为难嘛 你到处理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舰长如果感觉到有危险 有安全上的余力 那么下令开枪呢 那个观光船被领解 管壁领海说以后要拒绝 对啊 要跑 你可以叫他去当那个船长 对啊 怎么跑啊 不过他也没资格 台湾方面不断的要说加强 防备的能力 但是呢 其实很多家长忧心忡忡 好我们看到这个陈建仁 好在做报告 说行政院五年内组织 学生成立自主紧急应变队 学生哦 然后呢行政院有书面报告 里面提到民间自主应变队 训练有学校在内的组织 其实五年内成立320队 约8000人 其实去年三月就已经传出来说 学校被政府要求成立这个队 但是呢 现在感觉就是 哎 教育部说有把学生资料要造册给国防部 哇马上是轩然大波啊 后来是暂缓 可是你看吧 现在就真的有这回事不是吗 然后呢 国防部又说此案是内政部来管 然后内政部又说行政院核定的计划 是消防署执行 干嘛 现在是在互踢皮球了吗 我觉得我高度怀疑啊 这个有 台湾不是有一个什么黑熊学院吗 对 那黑熊学院 他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上媒体吗 然后在演练他们 他们是不是想标这个工程来做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的观众朋友 全台湾的所有的民众 眼睛要睁亮一点 如果说真的行政院把这个列为案子了 然后要求我们的大学 或是高中都要做 都要执行这个计划 我们要看看这个计划 到时候这个案子 那么是假设是由 不管是教育部 还是有内政部 还是有哪个单位来出钱的话 看看是谁来标这个案 这个案一定要公开透明 要大家知道 看看有没有相关 而且呢 他的那个血清都要查一查 他们有没有已经在布局 你准备捞钱捞在口袋里面 我觉得这点要先弄清楚了 看钱 看是不是为了要捞大钱 因为你五年内 你要成立八千个人 那他的每一个人 培训费用多少钱 每个人培训费用是一万块 还是两万块 如果一万块 就八千万了 那是不是准备要捞这个肥水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弄清楚 第二个 把学生要推出战场 陈建远 你的小孩现在在哪里 把你的孙子先都叫回来 然后在台湾读大学 我不晓得你孙子也没有在台湾 反正你的小孩 台独的那些小孩 先全部都进入应变队 海外的台独的小孩也都叫回来 成立应变队造册 全部都造册 我觉得我们一般的广大的 我们对不起啊 你们民进党政府 你们只有四成 我们六成人反对你 你不代表我们 你不要乱搞 立法院这个在野党 立法院的最大党 国民党 还有第三党民众党 合作一点 挡住这个法案 好 来 接下来 这个不是法案 不是 直接干 直接要这么做 我跟你讲 直接编预算再预算砍 对 叫应变队 他是设定在高中 那教育部刚刚出来解释 说他要成立320对 一对25个人 那是教职员 教职员 就第一期啦 以后会不会迫及学生 不知道 他可能要先训练种子 那因为台湾的高中老师 有5.4万人 那他要先训练8000人 所以由教育部编预算 教育部就直接实施了 对啦 因为你要训练要钱 这没有法源 就是从教育部的预算里面统支 所以那就是由哪个单位来做 是不是黑熊学院 这个到时候 到时候才会有标案 因为他要有人进去上课 对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是一个大计划 就是去年美国不是在搞 那个台湾政策法 那后来军事的部分纳入国防授权 所以就纳入那些预算的部分 政治的部分 因为后来那个法没有过 政治的部分就化整回理 台湾就直接干了 这个就是 好积极啊 这个就是全国动员法的翻版 因为那时候没过 对 不是吗 他那个时候就是要扩大 要动员学生嘛 就是捞钱法 然后要建立民策嘛 对不对 那 事实上那个法没过 那教育部就直接干了 改了名字叫应变队 那我再跟你讲别的 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一项 最近唐凤不是被自由时报 连批两天吗 是谁在抱怨 国安单位 因为国安单位认为唐凤不积极配合 美国跟台湾合作的认知作战计划 所以国安会对他非常有意见 是 这里面有很多数据的提供 还有包括各种技术的学习 那唐凤不积极 所以被斗争 那这个也是在台湾政策法里面 台湾政策法里面公开写AIT 就是台美认知作战数据合作的中介 是 他就直接实施了 他不管你了 还有第三个 军医署 现在在三种 各个军医院在扩建 比如说内湖的三种 对 他要扩建一个新的院 伤患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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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为战时做准备 全部都是为了作战 全部 事实上 你刚刚讲说这个赚钱 他不是为了赚钱 他是要把你整进来 变成整个作战的队伍 就是他是整个计划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美国操盘的 他只是一项一项落实给美国看 就是这样 但是你不愿意打仗 让他动员法 因为法令也逼他你上去 结果动员法没过 没过他也会这样做 直接干嘛 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